那委員你怎麼觀察 這個中國內部的瘋狂的封控 現在看起來是全面的加大 而且遍地開花 那以前上海書記這樣控 控著控著就控成新總理 所以其他地方書記 每個都跟著有樣學樣 那富士康他特別特殊是 一方面他在台灣 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郭台銘一度是台灣的首富 然後2020參與了總統大選的初選 然後他本身也是中國最大的 製造業的這一個集團 而他本身後面最大的金主跟客戶 來自美國來自Apple 所以富士康今天零零總總 遭受到的媒體的追蹤跟曝光 他更加的複雜跟敏感 另一個 我請大家再回想 習近平講的一句名言 他說清零是要算政治帳 你想如果你是中國的各地方官員 聽了這句話你們怎麼做 習近平已經把清零政策 跟他的個人威望綁在一起 個人權威就在於清零 所以當時中國不分青紅皂白 各地方在用清零 有一點就是表忠運動 就是向你表達我的忠心 有一點就是指路為馬 雖然這是錯的 但是順便領導要 總書記要的 要這麼幹 大家就是照幹就對了 不能有任何的懷疑 照幹就對了 另外啊 因為富士康確實在鄭州 這個是太大了 因為他佔 鄭州是一千兩百萬的大城市 他佔了他整個產值的80% 而且他平常時候現在在趕出貨 都是50萬人 50萬人其實比台灣比較小的地方 縣市還要大的 沒有錯 他已經算是一個 根本就是一個小 在台灣來講 就是一個中小型的城市 新竹市都沒有他 富士康裡面那麼多 新竹市才算了幾萬 選舉大家拼得要死不活的 好 所以在地方政府來講的話 像鄭州 第一個富士康的不能斷啊 他這個生產不能停 因為他經濟對地方政府太重要 但是上面的政治命令 你又不敢反抗 如果上海都可以停鄭州算什麼 而上海的經濟價值跟金融價值跟 所有創造中國的經濟的貢獻更高啊 所以說剛一開始 可能是地方政府的一個折衷方法 就是說我把你的功能關在裡面 讓你持續的維持生產 沒有停工 但是後來就管理出了問題嘛 因為他確診啊跟正常的人有時候輪班啊 就產生員工會恐懼 再加上那個可怕的 8名女員工 726宿舍房的事件 所以大家都衝出來 衝出來的時候事情就壓不住了 但最後啦如果要清算政治命令 夾在中間的台商一定必死嘛 第一個中國現在經濟三條三隻腳啊 就消費啦基礎建設和出口 消費已經完了 他整個封城根本沒有國內消費了 第二個他基礎建設啊 例如他出了很大問題 像房地產的泡沫啦 像地方政府的債務那麼高 所以現在中國經濟唯一就是靠出口 那富士康是中國出口最多的一家企業 他一年有三百 超過三百億美元的出口 所以富士康原本在他看起來 像是一個大到不能倒的企業啊 但是在遇到清零政策散一邊去啦 所以所有的台商包括外資現在要 應該要看得很清楚了 中國不再是講經濟了 一切是政治掛帥了 所以由這次的事件 我要請大家再看一個中國的特色 講話的不是只有所謂的河南省委書記 還有鄭州的書記而已 還有一個是富士康的黨委書記 我們一直以為這家公司夠台銘的啊 那出了這麼大事情 那應該是這家工廠的實質菁英人 應該富士康企業的主管出來講話 抱歉不是 現在出來下達命令的 出來對外講話的 是富士康這個廠的黨委書記 是共產黨在控制的 所以有這樣來看的話 在於美中這樣進去一個大戰略 我管你是特斯拉 我管你是蘋果 你抵觸到我共產黨 我就是要我任何人都可以犧牲 尤其像富士康這種企業 對習近平個人來講 你那個是前朝留下來的 以前郭台銘選舉的時候 他認為中國要依賴他 所以他認為他有籌碼 然後他認為中國怎麼樣 不可能犧牲富士康跟蘋果 跟這一些創造外匯的出口廠商 但是今天他就活生生上演給我們看 如果連胡錦濤都可以犧牲 中國土地上面有什麼不能犧牲的 已經沒有所謂的大刀不能倒的企業了 各位再注意看喔 富士康那個封場的那個劇碼 那是刀片劇碼 對 他有一些畫面是軍方已經進場 那是很可怕的 那是真正的把你封鎖起來 那可不是一般的劇碼 那你注意看上面是帶刀片的 也就是說 共產黨現在不管任何企業被他發現了 你違反我的命令我管你是誰 你是富士康也一樣 你是特斯拉也一樣 所以我們看到上海都打 都打特斯拉了 鄭州這個富士康算什麼 所以未來現在另外看 就是美國怎麼來面對這個事情 而且我認為大家還可以觀察 富士康11月份業績要掉多少 12月份要掉多少 也就是說你這個封要封多久 那你如果長期掉你敢不敢嗎 那其他台商你會不會遇到 你的政治關係有比郭台銘好嗎 你創造的外匯有比郭台銘多嗎 你繳的稅有比富士康多嗎 那富士康都可以殺其他人 有什麼好囉嗦的 所以沒有錯 所以對蘋果來講 蘋果你現在就要面對的 那你如何來做以後的 不是這個危機的處理 以後的一個佈局 我是庫克 我趕快加速搬家 所以說那你現在供應量 要不要移到印度 要不要移到東南亞 富士康這個產量 大概佔蘋果的一成10% 不要小干10% 這是不得了啦 所以對蘋果來講的話 如果這個廠 現在持續 也不知道期限要封多久的話 對於蘋果來講 絕對是今年的一個打擊嘛 尤其現在 世界經濟景氣正在往下跌的時候 那蘋果又 又到達他新產品 最熱銷的這個時候 正是市場上在搶貨的時候 那共產黨現在把你的富士 最大的生產場 也給你封起來的話 那對於蘋果 第一個 蘋果短期內一定會受重傷 但是對美國政府和蘋果來講的話 就是你不止這個危機以後 那是不是要加速你的供應鏈 趕快撤離 那同時所有的台商 所有的外置企業 你要看得很清楚 你有富士康大嗎 你有郭台銀那麼大 你有蘋果大嗎 你算什麼東西 在共產黨的面前 什麼都不是了 好 我們稍後回來 今天步驟 接下來 我們下隊